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八回 黄恩仲原非醒父母 天伦乐保育成才早 十月 豪华虽足献 离别却难堪 博德虚名在谁人食苦干 此时 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 原来贾强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 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 那时薛姨妈另签于东北上一所游禁房舍居住 将离香院早已腾挪出来 另行修理了 旧令教习再次交演女戏 又令派家中就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 如今皆已颇然老狱了 着她们带领管理 旧令贾强总理齐日用出入银钱等事 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 又有林芝孝家的来回 采访聘买的十个小泥骨小稻姑都有了 连星座的二十分稻袍也有了 外有一个戴发修行的 本是苏州人士 祖上也是读书试换之家 因生了这位姑娘 自小多病 买了许多替身 皆不中游 足得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 方才好了 所以戴发修行 今年才十八岁 法名妙裕 如今父母拒意顽固 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 一个小丫头服侍 文末也极通 经文也不用学了 模样又极好 应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 并备叶遗文 去岁随了师父上来 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 他师父极精眼先天神术 于去东园寄了 妙裕本欲扶灵回乡的 他师父灵机遗言 说他衣食起居 不宜回乡 再次禁居 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 所以他竟未回乡 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说 既这样 我们何不接了他来 哎哟 请他 他说侯门公府 必以贵事压人 我再不去的 他既是官宦小姐 自然骄傲些 就下个帖子请他何妨 林芝孝家的答应了出去 命抒起相公写情帖 去请妙玉 此日前人被车叫 去街等后话 暂且割过 此时不能表白 当下又有人回 工程上等着胡东西的沙灵 请凤姐去开楼捡沙灵 又有人来回 请凤姐开库 收金银器皿 连王夫人兵上房丫鬟等众 皆一时不得闲的 宝钗便说 咱们别在这里爱手爱脚 找碳丫头去 说着同宝玉带玉 往迎春等房中来闲玩 无话 王夫人等日日忙乱 直到十月将近 性皆全备 各处监管都交清账目 各处古董文丸 皆以陈设齐备 彩扮鸟雀的 自仙鹤孔雀 以及鹿兔鸡鹅等类 西医买全 交于园中各处巷景四样 甲墙那边也演出 二十出杂戏来 小尼姑道姑 也都学会了念几卷经咒 甲政方略心意宽敞 又请甲母等禁园 瑟瑟斟酌 点缀妥当 再无一些遗漏不当之处了 于是甲政方择日提本 本上之日奉诸批准奏 四年正月十五上缘之日 恩准甲妃醒亲 甲府领了此恩旨 一发昼夜不闲 年也不曾好生过的 斩眼云霄在耳 自正月初八日 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 何处更衣何处艳座 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席 又有巡查地方总理官房太监等 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官房 党帷幕指示甲宅人员何处退 何处跪何处尽善何处起事 种种移住不移 外面又有公部官员 并五成兵被盗打扫街道 念诸闲人 甲舍等独帅将人炸花灯烟火之类 至十四日 聚已停妥 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 至十五日五谷 自甲母等有绝者皆按拼服大壮 园内各处杖舞盘龙 莲飞采凤 金银换彩珠宝争灰 顶分百合之香 平叉长春之锐 竟敲无人咳嗽 甲舍等在西街门外 甲母等在荣府大门外 街头巷系唯目党颜 正等得不耐烦 呼一太监坐大马而来 甲母忙接入问其消息 太监道 早多着呢 未出课用过晚膳 未证二课还到宝灵宫拜佛 有出课进大明宫领宴 看灯方请旨 只怕虚出才起身呢 凤姐听了道 既这么着老太太太且请回房 等事时候再来也不迟 于是甲母等暂且自便 园中袭来凤姐招礼 有命指示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 一时船人一旦一旦一旦地挑进蜡烛来 各处点灯 方点完时 呼听外面马跑之声 一时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 这些太监会议都知道是来了 各按方向站住 甲舍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 甲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 半日静悄悄的 呼见一队红衣太监 骑马缓缓地走来 至西街门下了马 将马赶出帷幕之外 便垂首面膝站住 半日又是一队 亦是如此 少时便来了十来队 方文德隐隐细悦之声 一队队龙金凤煞 智语魁头 又有硝金蹄卢 焚着玉香 然后一把曲饼七凤黄金伞过来 便是官袍带驴 又有直视太监 捧着香珠 秀帕 树鱼 浮沉等类 一队队过完 后面方是八个太监 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缝 板鱼 欢欢醒来 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 早飞跑过几个太监来 扶起贾母 行夫人 王夫人来 那板鱼抬进大门 入宜门往东去 到一所院落门前 有直伏太监 归请下鱼更衣 于是抬鱼入门 太监等散去 只有朝蓉 彩平等 引领圆春下雨 只见院内 各色花灯烂灼 阶系 沙灵扎成 精致飞长 上面有一扁凳 写着 体人目得四字 圆春入室 更衣壁付出 尚于禁圆 只见园中 香烟缭绕 花彩缤纷 处处灯光相映 时时喜悦升轩 说不尽这太平气象 富贵风流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黄山中轻耿风下 那等凄凉寂寞 若不亏 赖僧伯道二人 携来到此 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本玉做一篇灯月复 幸亲送 以至今日之事 但又恐入了别墅的俗套 按此时之景 即做一赴一赞 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 即不做复赞 其豪华富力 观者诸功 亦可想而知已 所以倒是省了这功夫止末 且说正经的为事 且说 甲妃在轿内 看此园内外 如此豪华 阴默默叹息 奢华过飞 忽悠见 直扶太监 跪请登舟 甲妃下雨 只见 青流一带 视如游龙 两边石栏上 接戏水晶玻璃各色风灯 点得如荧光雪浪 上面柳性株树 虽无花叶 然皆用通草林纸绢 仪式做成 沾于之上的 梅珠玄灯树斩 更兼池中和性浮露之树 以接戏 罗磅羽毛之类做旧的 珠灯上下征徽 珍惜玻璃世界 珠宝乾坤 传上一系各种精致盆景珠灯 珠连秀木 跪及拦绕 自不必说 以而入一石岗 岗上一面扁灯 明显着 明显着 了听花絮四字 按此四字 并有奉来仪等处 接戏上回贾政 偶然一世宝玉之刻意才情儿 和今日认真用此贬连 旷贾政世代诗书 来往诸客秉氏作陪者 西街财迹之流 岂无意名手提传 竟用小儿一系之词苟且搪塞 珍似爆发新荣之家 滥石银前 一味抹油屠珠 必则大书 前门绿柳垂金锁 后护青山列锦平之类 则以为大雅可观 其石头记中 同步所表之 宁荣贾府所为在 据此论之 竟大乡矛盾了 诸公不知 但蠢物将原委说明 大家防之 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 自幼一席贾母教养 后来添了宝玉 贾妃乃长子 宝玉为弱地 贾妃之心 尚念母年江脉 使得此地 是以恋爱宝玉 与朱蒂代之不同 且同随祖母 刻味赞离 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 三四岁时 以得贾妃手引口传 教授了几本书 数千字在腹内了 其名分虽系子弟 其情状犹如母子 自入宫后 时时代信出来 与父母说 千万好生抚养 不言不能成器 果言恐生不渝 且至祖母之忧 眷念切爱之心 刻未能忘 前日贾正文 熟诗背后 赞宝玉偏财尽有 贾正未信 是巧遇原已落成 令其提传 辽一世其情思之清拙 其所拟之贬连 虽非妙聚 在幼童为之 亦或可取 即令使民工大笔为之 故不费难 然想来 倒不如这本家风味有趣 更使甲妃见之 直系其爱帝所为 亦或不负其速日切忘之意 因有这段原委 故此竟用了宝玉 所提之连俄 那日虽未曾提完 后来亦曾补拟 闲闻少数 且说甲妃看了四字 笑道 花絮二字变妥 何必了听 世座太监听了 茫下小舟登岸 飞传于贾正 贾正听了 急忙一患 一时周林内岸 复七周上瑜 便见临功绰约 跪殿为俄 石牌方上明显 天仙宝镜四字 甲妃盲命患 省亲别墅四大字 于是进入行宫 但见亭辽烧空 香血不滴 火树齐花 金窗欲砍 说不尽连卷瞎须 坦扑于塔 顶飘射闹之香 平列至伪之善 真是金门御护 神仙福 跪殿兰弓 飞则驾 甲妃乃问 此殿何无匾额 随氏太监跪且约 此夕正殿 外臣未敢善你 甲妃点头不语 礼仪太监贵请 声作受礼 两臂月起 礼仪太监二人 因甲舍甲正等 于月台下排班 殿上昭荣传于月 免 太监因甲舍等退出 又有太监 因荣国太君 及女眷等 自东阶声月台上排班 昭荣再于月 免 于是隐退 查以三线 甲妃降座 月之 退入侧殿更衣 方被行亲车架出源 这甲母正事 御行家里 甲母等 具贵旨不迭 甲妃满眼垂泪 方彼此 上前思见 一手掺甲母 一手掺王夫人 三个人 满心里 皆有许多话 只是据说不出 只管乌业对气 行夫人 李丸 王熙凤 迎探西三姊妹等 聚在旁围绕 垂泪无言 半日 甲妃方 忍悲强笑 安慰甲母 王夫人道 当日寄送我到那 不得见人的去处 好容易今日回家 娘儿们一会 不说说笑笑 反倒哭起来 一回子我去了 又不知多早晚才来 说到这句 不禁又哽咽起来 行夫人等 忙上来解圈 甲母等 让甲妃归坐 又逐次 一遇见过 又不免哭泣一番 然后 东西梁府 长家执事人丁 在厅外行礼 即梁府 长家执事媳妇 领丫鬟等 行礼彼 甲妃音问 薛姨妈 宝钗待遇 因何不见 王夫人启悦 外卷无职 未敢善入 甲妃听了 忙命快情 一时 薛姨妈等进来 欲行国礼 一命免过 上前各须 阔别寒温 又有甲妃原 带进宫去的 丫鬟抱琴等 上来靠见 甲母等 连忙扶起 命人 别事款待 直视太监 即彩贫 昭荣 各侍从人等 民国府 即甲社 那宅两处 自有人款待 只留三四个 小太监答应 母女姊妹 深续些 离别情景 即 甲午思情 又有甲政 致连外问安 甲妃垂帘 行餐等事 又格连 含泪 为其赴约 天社之家 虽积言不薄 终能聚天伦之乐 今虽富贵已及 骨肉各方 然中无意去 甲政 以寒泪其道 臣 草莽寒门 揪群鸭鼠之中 其意得争 凤软之锐 金贵人 上赐天恩 下赵祖德 此皆 山川日月之荆奇 祖宗之远德 忠于一人 兴己正夫妇 且今上 其天地生物之大德 垂古今未有之旷恩 虽肝脑涂地 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亿 为朝前夕替 忠于绝之外 愿我君万寿千秋 乃天下苍生之同性也 贵妃 切勿以正夫妇 残离为念 闷奋精怀 更其自家真爱 唯夜夜惊敬 秦胜公宿 以世上 书不负上 体贴倦爱如子 致龙恩也 只以国事为重 瑕疵保养 切勿纪念 园中所有亭台宣馆 皆细宝玉所提 如果有一二 稍可预目者 请别赐名 违信 原非听了宝玉能提 便含笑说 果尽意了 贾正退出 贾飞见宝灵二人 一发比别姊妹不同 真是娇华软玉一般 因问 宝玉为何不尽见 贾母乃起 无欲 外男不敢善入 原非命快引进来 小太监出去 引宝玉进来 先兴国礼弊 原非命他进前 携手揽于怀内 又俯起头颈 笑道 碧仙竟长了好些 一语味中 泪如雨下 游士凤姐等上来祈祷 炎宴其辈 请贵妃游幸 原非等起身 命宝玉导饮 碎筒诸人 布置圆门前 早见灯光火树之中 珠般罗列非常 既原来 先从 有凤来仪 红香绿玉 杏莲在望 横指清芬等处 登楼布格 涉水原山 百般跳篮徘徊 一处处 扑陈不一 一桩桩 点缀新旗 贾妃 极佳奖赞 有劝 以后不可太奢 此皆过分之极 以而至正殿 欲 免礼归座 大开炎宴 贾母等 在下相陪 游士 礼丸 凤姐等 亲 彭羹拔斩 原非乃命 传彼宴伺候 亲诺相关 择其几处 醉习者赐名 按其疏云 故恩思义 贬额天地 启鸿瓷 赤子仓头 铜赶带 故今垂矿点 九州万国 匹恩柔 此意贬一连 输于正典 大观园 原之名 有凤来仪 此名曰 萧香管 红香绿玉 改作 怡红快绿 吉名曰 怡红怨 横指清分 此名曰 横无怨 幸连在望 此名曰 幻阁山庄 正楼曰 大观楼 东面飞楼曰 坠近阁 西面斜楼曰 韩方阁 更有 辽风轩 偶香谢 紫灵舟 姓叶竹等名 又有四字的匾额 十数个 诸如 梨花春雨 铜简秋风 笛鲁叶雪等名 此时 西南全寄 用命 旧有匾连 据不必摘去 于是 先提一绝云 闲山抱水 渐来惊 多少功夫 铸始成 天上人间 朱景辈 方圆英夕 大观明 携臂 向朱姊妹笑道 我素伐节财 且不偿于银勇 妹被 素所深知 今夜 辽以色泽 不复 丝景而已 一日少侠 必不赚 大观元祭 并 请亲送 等文 以记 今日之事 妹被 亦个提 亦贬 亦失 随才 之长短 亦赞银成 不可 因我 微才 所付 且其宝玉 敬之提勇 是我意外之想 此中 萧香馆 恒无怨二处 我所极爱 此之 怡红怨 换阁山庄 此次大处 必得别有 张巨提勇 方妙 前所提之 连虽家 如今在 克服五言律一首 使我当面试过 方不负我 自幼 教授之苦心 宝玉 只得答应了 下来自取构思 迎探西三人之中 要算探春 又处于 姊妹之上 然自存 亦难于 薛林争衡 只得勉强 随众色泽而已 李丸 也勉强 凑成疑虑 贾飞 先挨刺 看姊妹们的 写道是 旷性遗情 辩额 迎春 原成 警备 特惊奇 奉命 修提 鹅矿仪 谁信 世间 有此境 由来 宁步 畅神思 万象真灰 扁鹅 探春 明园 筑出 世巍巍 凤命 何禅 学浅巍 精妙 一时 言不出 果然万物 生光灰 文章造画 扁鹅 西春 山水 横托 千里外 楼台高起 五云中 元休日月光辉里 景多文章 造画宫 文采风流 扁鹅 李丸 秀水明山 报复回 风流文采 盛鹅来 绿彩 割扇 弥芳草 红衬香裙 五落梅 朱玉子 应传 盛世 神仙 何信 下摇台 名媛一字 妖有赏 未许凡人 到此来 宁辉忠锐 扁鹅 薛宝钗 方圆 筑巷 地成西 华日祥云 笼罩旗 高流喜迁 英出谷 修黄时代 凤来仪 文风已筑 沉游兮 笑话英龙 归醒时 锐造仙才 银彩笔 自残何感 再为辞 世外仙缘 扁鹅 林黛玉 名媛 住何处 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 天来 景悟兴 香容 金谷酒 花妹 玉堂人 何信 妖恩宠 公车 过往平 贾飞看壁 称赏一番 又笑道 终是薛灵二妹之作与众不同 非与姊妹可同列者 原来林黛玉 安心今夜 大展奇才 将众人压倒 不想贾飞 指命 一扁一拥 倒不好 唯玉多作 只活乱做一首五颜绿 应景罢了 彼时 宝玉尚未做完 只刚做了 萧香馆 与横吾院二手 正做 宜鸿院一首 起草内有 绿玉春游卷一句 宝钗转眼瞥见 便趁众人不理论 急忙回身 敲推他道 他因不喜 红香绿玉四字 改了一红快绿 你这回子 偏用绿玉二字 岂不是有意 和他争持了 况且 交易之说也颇多 再想一个字改了吧 宝玉见宝钗如此说 便是汉道 我这回子 总想不起什么 典故出错来 你只把绿玉的玉字 改做蜡字就是了 绿蜡可有出出 宝钗见问 悄悄地砸嘴点头笑道 亏你今夜不过如此 将来京殿对策 你大约连 赵钱孙礼都忘了呢 唐前许 用芭蕉诗头一句 冷烛无烟 绿蜡干 你都忘了不成 宝玉听了 不觉动开心意 笑道 该死该死 现成眼前之物 偏倒想不起来了 真可谓一字诗了 从此后 我只叫你师父 再不叫姐姐了 还不快坐上去 只管姐姐妹妹的 谁是你姐姐 那上头穿黄袍的 才是你姐姐 你又任我这姐姐来了 一面说笑 因又怕她担言功夫 所以抽身走开了 宝玉只得续成 共有了三手 此时 林黛玉未得斩其报复 自始不快 因见宝玉独坐四吏 大费神思 何不待她做两手 也省她些 精神不道之处 想着 便也走至宝玉岸旁 瞧问 可都有了 才有了三手 至少训练再望一手了 既如此 你只抄录前三手吧 赶你写完那三手 我也替你做出这手了 说必 低头一想 早已淫成疑虑 便写在纸条上 搓成个团子 置在她跟前 宝玉打开一看 只觉此手 比自己所做的三手 高过十倍 真是喜出望外 遂忙公开成上 家妃看到 有凤来仪 臣宝玉紧提 秀玉出城时 堪一带凤凰 干干清玉滴 个个绿生凉 蹦弃房间水 穿连爱顶香 墨摇清碎影 好梦 骤出城 横指清芬 横舞满静院 罗碧筑芬芬芳 软衬三春草 柔托一缕香 清烟迷屈净 冷脆低回廊 谁为池塘曲 谢家幽梦长 怡红快绿 身亭长日静 凉凉出禅 绿蜡春油卷 红妆夜未眠 平篮垂降绣 一时护清烟 对立东风里 主人应解怜 杏莲再望 杏莲招客隐 再望有山庄 灵性鹅耳水 桑鱼燕子凉 一骑春酒熟 十里道花香 盛世无鸡哪 何须耕之盟 贾飞看壁 喜之不尽 说 果然尽异了 又指姓莲一首 为前三首之冠 所以将 幻阁山庄 改为道乡村 又命探春 令以彩奸 腾露出 方才一共 十数首诗 出令太监 传与外乡 贾政等看了 都称颂不已 贾政又尽 归一省颂 贾飞又命 以穷苏金块等物 赐予宝玉 并贾兰 此时贾兰 即幼 为达诸事 只不过 随母医书行礼 故无别传 贾桓从年内 染病未全 自有闲处调养 故意无传 那时 贾强带领十二个女婿 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 只见一太监飞跑来说 做完了诗 快拿戏幕来 贾强即将锦策城上 并十二个花名单子 少时太监出来 指点了四处戏 第一处 豪燕 第二处 奇巧 第三处 仙缘 第四处 离魂 贾强忙张了扮演起来 一个个 搁其烈石之音 无有天魔之态 虽是庄严的形容 却做尽悲欢情状 刚演完了 一太监 只以金盘糕点之手进来 问 谁是灵官 贾强便知 是赐灵官之物 喜得忙接了 命灵官叩头 太监又道 贵妃有欲 说灵官即好 再做两出戏 布局那两出就是了 贾强忙答应了 因命灵官 做游园惊梦二出 灵官自为此二出 原非本觉之戏 执意不做 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 贾强扭他不过 只得依他做了 贾妃甚喜 命 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 好生教习 额外赏了两匹公段 两个荷包并金盈刻子 食物之类 然后彻研 将味道之处 富有游玩 忽见山环佛寺 蒙令灌手 进去焚香拜佛 又提一扁云 苦海慈航 又额外加恩于 一般幽泥女道 少时太监贵起 赐物俱齐 请宴等力 乃成上掠结 贾妃从头看了 俱甚妥协 即命照此遵心 太监听了 下来一一发放 原来贾母的是 金玉如意各一柄 沉香拐煮一根 迦南念珠一串 富贵长春 公断四匹 福寿绵长 公愁四匹 紫金笔定 如意各十定 吉庆有余 银各十定 行夫人 王夫人二份 只捡了如意 拐 猪 四样 甲敬 甲舍 甲正 等 每份 玉智新书二部 宝墨二侠 金银绝 隔二支 表里暗前 宝钗 黛玉 朱姊妹等 每人心书一部 宝燕一方 新样格式 金银客二对 宝玉 亦以同此 贾兰 则是金银项圈二个 金银客二对 游氏 李丸 凤杰等 皆金银客四定 表里四端 外表里 二十四端 清前一百串 宝赐于贾母 王夫人 及朱姊妹 房中奶娘 种丫鬟的 贾真 贾连 贾桓 贾荣等 皆是表里一份 金客一双 其余 彩断百断 金银千两 玉酒华盐 宝赐东西良府 樊园中管理工程 陈设 搭应 及私系 掌灯主人的 外有 清前五百串 宝赐 厨艺 幽灵 百戏 杂行 人丁的 众人 谢恩 以弊 直视 太监 其道 时宜 丑政 三客 请 驾 回 鸾 贾飞 听了 不佑的 满眼 又滚下 泪来 却又 勉强 堆笑 拉住 贾母 王夫人的手 紧紧的 不忍释放 再次 叮咛 不须记挂 好生 自养 如今天恩浩瀚 一月许记内 省事一次 见面是尽有的 何必伤惨 套明碎天恩 仍许归醒 万不可如此奢华 迷废了 贾母等 已哭得 哽咽难言了 贾飞 虽不忍别 怎奈 皇家规范 唯错不得 只得 忍心 上渔去了 这里 诸人 好容易 将贾母 王夫人 安慰 解劝 搀扶 出园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